哈喽 大家我是火辣哥 今天的话就有一个粉丝 它都要配置高一点的一六块的 要带出某条的13寸的屏幕 那么的话就是这一台 这台吧 大家可以看下来 这个就是一个13寸的 它相比一五块的来做的话 会保了很多 来 就先看一下 过来过来 先把外观给他看一下 这一台的话一六块的嘛 这个谁说的话 相对来说 比一五块的好太多了 首先进来给大家也检视一下 来 现在他这个说话是一个定制机 i7的303 然后的话是16G的内存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电源 电池的话充电才吃喝 那把这个充施就是这个是没换电池的吧 哦 一般这种机子的话基本上都是圆的 不换电池的多 因为这个机器比较轻款的 很多人选择这款机器的时候 其实喜欢一个很强大的功能 那么他就是这个 触摸条的这个功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功能的话 给大家的 实惯的感受 它都非常的强大 对吧 你看一下 比方说像这些音量键啊 这种这边可以调 对不对 还记得比方说 你要放过去的时候啊 放你去下一句 发化手发化这些亮度 全部都从这里可以调的啊 好吗 然后这个键盘的话 它 也比较的好 也比较的一五块的话 相对来说 比一五块的也会薄了一点 扬声器的话 它都在这两边有个扬声器 来 然后一六块的这个这个的话 还支持指纹识别 我这个里面 从这个设置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他这里这里的话会有一个触控id 也就是像手机一样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指纹准备里 在开机键的这个地方啊 签出一个密码 然后再开机键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收拾指纹了 相比一无患的来说的话 如果说做剪辑也好 做呃 ps 剪辑或者做一些事业机文档 这一款的话就基本上是我给了完全够用 因为他刚刚说了 是一个定制机爱记得同你去16G的内层 再加上这个机子采用的是一个呃 四万摩的2.5k的屏幕 整体来说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 他把这个多少钱给大家介绍了一通 很多人不懂这个机子的性能 五千五是吧 我记得还要一个8加256的i5的 那我的那个是2点几的 哪点0252点0 去标币的吗 这个是定制机吗 印度上也有个带条的 交爱区交二 8加128记得跟这个定制机的他他他多少钱 啊 对 面具的话就是他看600啊 ok 这个的话打下了啊 五五零零拿下这个定制机非常好 来去这个吧